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近平昨天 今天两度前往香港 参加庆祝活动及新任香港特首的宣誓仪式 对于香港未来 习近平也发表了谈话 一起来听 我曾经讲过 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坚持两点 一是坚定不移 确保不会变 不动摇 一国两制 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了的 和国家 民族 和香港 澳门 得到14亿多祖国人民 鼎立支持 得到香港 澳门居民 一致拥护 也得到国际社会 普遍赞同 这样的好制度 没有任何理由改变 必须长期坚持 而再来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 相关于这个北京的话题 包含习近平 他也持续的到香港这边来了解这个状况 那目前最新关于香港七一的问题 我们也继续带您来看 30号下午3点15分 习近平夫妇搭乘的高铁专列 在月台群众欢迎声中 停靠香港 西九龙站 我们看到国家主席习近平 是步出月台 现在就是和林郑坚娥 去到交谈 车一停好 现任特首林郑月娥 已经等在门口迎接 随后双手举着五星旗 跟香港特区曲旗的民众 一路夹道排队到车站大厅 旁边还有警察乐队跟武师助阵 一国两制是个好制度 正可谓啊 形而不错 未来可期 只要我们毫不动摇的坚持一国两制 香港的未来一定会更美好 在车站发表三分钟的简短演说中 习近平形容香港是在风险挑战中 浴火重生 并强调自己的心跟香港在一起 现场他也跟一号即将接任特首的李家超 还有前任特首梁振英 点头致意 或许是因为防疫需求 双方没有握手 为了迎接习近平 香港C九龙站跟他随后要抵达的 湾仔会展中心 科学院等地 都是高度戒备 围起重重巨马 唯一不太配合的 恐怕只有盘旋在香港周边的热带风暴鲜巴 雨季一号上午会给香港带来狂风奏雨跟雷暴 香港特区25周年即特首就职仪式 港府已经做好了雨天备暗 电视频 徐坤山 庄志伟综合报道 而今天的追踪第一线 继续带您追踪的是习近平 6月30号防港当日 晚间回到深圳过夜 到今天他才又再回到香港 去参加李家超相关的典礼 特殊的行程安排也引起了讨论 有人分析 恐怕是为了亲自体现 港生一体化 发展理念 详细的状况要再交给我们的北京特派 明珍告诉我们 为了建筑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时隔5年后 和夫人彭丽媛一起在七一前夕 搭乘高铁到香港 习近平在高铁站内 发表了大约3分钟的谈话 再次重申一国两制 是可以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好制度 习近平第一天的行程 还包括接见一些香港主要官员和商界人士 然后晚上是回到深圳过夜 今天再前往香港 参与回归的庆祝活动 为什么习近平到香港的行程 要选择回深圳过夜 近来是引发了不小的议论 有说法是天气的原因或是防疫考量 不过香港01分析报导 习近平行程这样安排 是要用来展现大湾区融合发展 尤其是港生一体化的发展理念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是习近平时代做出的重大决策 按照官方的说法 是习近平亲自谋划部署 推动的国家战略 这次借由香港回归25周年 以及新任特首李家超的就职典礼 习近平在防港的同时 又密集的穿梭在港生两地 可以说是以身作则的方式 来向香港社会传递了 希望加快大湾区 尤其是港生融合发展的理念 既是对新任港府的期许 也是对李家超个人的鞭策 还有鼓励 7月1号这天 在台湾的香港人 也关注移交25周年 与特首就职典礼直播 但对他们而言 这天基本上意义不大 只是说多了一天的假 而对于香港的议题 行政院长苏贞昌也有回应 他批评中国大陆的一国两制 不堪检验 在台湾的香港人 用手机看着香港主群 移交25周年 与特首就职典礼直播 如果本来你就是 对所谓的祖国有归宿 归宿感的话 他们会 但是我觉得一般其实都还好 1998年出生24岁的Audrey 18岁来台独大学 念新闻系 毕业后留下来 目前从事媒体剪辑工作 面对7月1号这一天 香港年轻人认为回不去了 以前的话就是 一个可以让你就是 就是告诉政府哪里不满 就是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民族表达的方式 因为以前我们都一定会去游行 但是今年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是 可能也可能以后也可能没有机会去游行 2022年是香港第二次没有泛民派举行七一游行 在台湾的香港人说 这个日子只剩能放假一天 没有其他意义 我们只是会觉得有一天假期 但是经过了可能19年开始的东西 我们会觉得这个某种意义上 就是不是很好的事情 香港人对于7月1号没这么关心 来台湾之后也不会想再回去 警局长苏贞昌被媒体问到 也作出回应 苏贞昌还强调要坚守台湾的主权和自由民主 批评大陆的一国两制 根本是不堪检验 刚刚我们的报导您看到 部分的香港人是直接忽略七一这天 那在这天之前 中国大陆又做哪些准备呢 大陆跟香港的媒体报导 香港四处张贴回归标语 甚至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来欢迎习近平访港 Ending 90后的他是一家香港餐厅老板 又是柜台又是后厨 还要兼当服务生 来台湾三年 因为租金成本较香港低 让他有机会在台湾追梦 7月1号香港回归25周年 他说很多香港人选择直接忽略掉这一天 餐厅的墙上是一名同样在台的港人 Alice 她画的香港一百件事 这个是香港的骄傲 这个是刚刚拿的奥运的冠军 香港其实真的有好多我们很爱很骄傲的东西 所以我把它画下去 把香港人快筛前寄过来 希望给大家有需要的人 忙完餐厅 Andy又到了社区关怀协会 捐快筛季 这是他感谢台湾的一种回馈方式 想起还在香港的父母 因为要照顾奶奶无法离开 感触了很多 身为香港人在台 他觉得大家不用带怜悯的眼光 而他也会继续当一名 香港精神和文化的传承者 TVBS新闻 陈建民 陈向如 台北报道 香港主权移交25年 前一天 香港新任特首警队出身的李家超 新任就职 我们TVBS也专访了多位港民跟学者 他们担心 香港未来更没有民主 言论自由 而且越来越中国化 失去了过往的国际地位 这是出于我对国家的忠诚 对香港的热爱 刑警长官 一定要是一个爱国的人 刻意切换成北京的普通话表中心 新任香港特首李家超 过去长达40年都在警戒服务 直到2017年被任命为保安局长 在2019年反送中风波 强势对待异议人士 拥护港版国安法 设立秘密国安部门 逮捕上百名港人 2021年晋升港府二把手政务司长 一年后开启五官治港时代 这一大片是2019年反送中的联农墙 台湾都还保留着 但是香港在港版国安法整肃之后 现在港民是越来越不敢发声 因为他是一个强硬派 还有他明显就是北京 会印下来的一个特首 相信他对未来香港的言论自由 言权那个方面都会越来越小 北京唯一支持 得票率时尚最高的特首 却不被港民期待 TBS跨海联系采访过程中 一般的港人都惧怕泄露身份 就连多位学者也避免评论李家超 根据港府的数据显示 从2019年人口高峰750多万人 至2023年间 人口近移出超过13万 尤其今年前三个月 人口流失14万人 预估今年底跌破720万人 移民潮明显在加速 如果人力资源在不断萎缩的话 不管是从发展经济 还是从管制的角度 这个挑战都非常大 这个肯定是比较超上台的时候 第一个要面对要解决的困难 离开的不只是人才 抗争运动后是新冠疫情袭来 香港跟随北京的风空路线 也让外资感到忧虑 不过李家超在中通社专访中宣布 将派团出访 向国际讲好香港故事 承袭北京的外宣论述 并计划11月出席亚太金合会APEC 但是李家超跟三名局长都仍在美国制裁名单 他个人去出发到 尤其是西方国家 尤其是五眼联盟 去做一些政治跟经济的交流 都会受到很大的阻碍 所以就会被不同的战略的竞争对手 包括新加坡 包括首尔 东京 甚至台北 哪怕不能够完全取代香港的角色 会一点点的去瓜分香港的市场份额 眼看国际分量被瓜分 李家超看向粤港澳大湾区 他认为这是香港由质到新繁荣的重大机遇 而中国大陆市场能弥补在国际的损失吗 数字上来讲是可能的 但是这样的话 就会让香港的国内化 进一步取代了它的国际化 国际性OK 进一步被它的中国化所取代 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扭转的趋势了 像是全面废纸踏步轻巧的英式不操 改学中式不操 警队改用中国制手枪 新版杖和书称香港过去不是殖民地 还有李家超团队出现第一位北京港飘 不会讲广东话的局长 过去从董建华 曾荫权 他们相对的自主性比较长的 李家超的更明显 我觉得他就是个执行 所以李家超在这任期里面 比如说23条这个立法 可能是不是会终于通过 基本法23条立法 才引爆50万港民上街抗议 是历任特首的烫手山芋 李家超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之际的新特首 署者认为北京要执行的是二次回归 也就是明显思想的正正回归 TVB的新闻张震安 李国阵陈入文台北香港报道 讲到明显思想 讲到香港 大家都对反送中记忆犹新吧 当时的特首林郑月娥 也成为香港立任特首中民调最低者 她在6月初出席香港立法会 最后一次备巡时 表示她已经交出一张 无愧于自己的成绩单 也为她42年的公务甄牙 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林郑的功过带您来看 她是香港首位女特首 五年的任期 林郑月娥称 自己在惊涛骇浪中 交出无愧的成绩单 根据香港民意研究所的民调 香港主权移交至今共有四位特首 末代港督童定康 民调56.9分 移交后董建华 民调51.9分 曾药权民调58.1分 梁振英民调43.6分 林郑月娥39.1分 我觉得林郑缺乏了一个政治家 所具备的口才和媒体应典能力 香港目前是需要一个能够团结社会 化解矛盾能给出成绩的一个特首 但是现在林郑她可能 但是方便她没做得到 部分香港人认为 林郑的性格和处事风格 跟很多香港民意 甚至跟亲北京的建制派 都格格不入 没有那么多的矛盾 结果都是林郑月娥 因为她个人的风格 令到很多政策变形 以及比中央的 比北京的政策更紧 所以出现更大的官民之间的矛盾 2007年 林郑出任香港发展局局长 拆掉皇后码头仪一战成名 承诺不签不策 皇后码头才能够进行 那对不起 我做不到 之后关拜香港政务司司长 官到无求 胆子大 我现在宣布林郑月娥女士当选 2017年 林郑当选港府最高行政首长 我的首要工作 就是去修补撕裂 和解开屈结 团结大家向前 但她推动的政策 也引发不小争议 不能够等到 真的完全没有地的时候 才启动有关的田海的研究 2018年 他提出明日大宇院警计划 议会关系方面 他上任前 智力跟民主派破冰 但不到两年关系破灭 血性也都没人性 2019年 陈同家在台湾杀人案 港府提出修改逃犯条例 港府提出修改逃犯条例 但示威抗议仍不断 但示威抗议仍不断 最终大陆全国人大常委会 通过港版国安法 接着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 口罩难买是第一个难关 加上港府一开始拒绝封关 种种种种种 种下了林郑和多数港民 越来越深的矛盾 邓小平当初保证的 香港50年不变 已经过了一半 林郑扮演了这一半的 最后一任特首 完全改变香港的命运 未来25年 甚至未来50年 香港或许真的就不变了 林郑的历史功过 留待后世评断 TVB新闻张正安 陈向如综合报道 持续带您追踪第一线来看 中国大陆甘肃省博物馆 最近出现了抢购潮 抢的是什么呢 是官方推的马踏飞燕绒毛布偶 从6月14号上架到现在 全都卖光光 预售期现在就算预定也要等25天 什么原因让这布偶爆红啊 请明珍带我们看看 甘肃博物馆最近用镇馆之宝 马踏飞燕制作的绒毛布偶 掀起了抢购热潮 两个礼拜卖出超过1万个 现货已经卖断 预售最少还要等25天才能拿到 究竟这个布偶有什么魔力 多数网友表示 因为这个文创产品设计 实在太搞笑又解压 一只猎嘴大笑的绿马 踩在呆萌的龙雀背上 让人感觉又丑又萌又好笑 另外大陆民众会被这布偶吸引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马是绿色的 绿马在大陆等于是 用来通行的QR Code显示正常 再来它踩在飞燕上面 又象征着能踩着肺炎 所以许多民众认为 买了这个布偶可以带来好运 避免受到疫情的影响 甘肃博物馆表示 设计的初衷是要让国宝 变得更潮更有趣 没想到会掀起收藏的热潮 现在工厂正在全力赶工补货 希望可以做到人手一马 另外博物馆也做出提醒了 目前市面上很多仿冒品 要民众购买的时候注意分辨 踩着疫情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因为今天起中国大陆铁路 将开启暑期运输 等于正式进入了暑假的游望季 在此之前大陆的工信部 发布取消通信行程卡的信号标示 民众们不用再因为曾经被标注信号 被判定可能去过疫情风险区 而影响到出游安排 这消息一出 大陆的旅游平台上 搜饭店 查机票 订火车的量都大增 疫情降温的上海也从今天开始 恢复开放超过千家 像是博物馆 美术馆都能去逛 那么在关闭了101天后 这里重新开门迎客 早上9点半我到达这里的时候 已经有许多预约了当天门票的游客 上海地区林乐园在30号 如期重新开门迎客 赶上暑假旅游忘记 也立刻登上大陆主题乐园 搜索量和预定量排名第一 非常激动可以约到今天 然后来提醒乐园 让他放风一下 也是在家里闷久了 所以让他出来玩一下 开心一下 疫情降温 大家早已迫不及待要出游 上海官方随即又发布 7月1号起 包括博物馆 美术馆在内 芭蕾超过千家文旅场所 恢复开放 不过到访这些场所 得有72小时核酸检测 隐形证明 且不能用24小时采样证明替代 另外还是有部分娱乐场所 被排除在重开放名单外 主要是指棋牌室 游艺游戏设施 卡拉OK设施 相对环境比较密闭 又比较狭小的 尽管仍有顾忌 但可以感受到 上海放宽范围不断扩大 各行业复苏 正在加快 29号餐厅开放内用首日 就有不少聚餐预定 许多餐厅门外都排气场队 上海800家星巴克门市 也同步恢复内用 除了吃完东西 立刻戴上口罩外 官方还鼓励将用餐时间 控制在1.5个小时 有火锅店配合实行 但显然顾客觉得 时间不够 上海回归日常 大陆官方更是趁着疫情 持续好转 即缩短入境检疫期后 工信部取消通信 行程卡 信号标示 也就是说 不会再因为被助记信号 判定可能到过疫情风险区 而阻碍出行 取消信号 激励大陆旅游市场 大陆旅游平台数据显示 消息一出半小时内 机票搜索量上升六成 饭店搜索量翻倍 火车票搜索量增加最多 达1.5倍 方便很多 现在回去没有太大的影响 基本上你想随时回去 出去过来 一点影响都没有 大陆旅游市场迅势待发 不过香港跟欧盟 却在这时候 疫情持续上升 香港29号单日新增确诊 时隔80天 再突破2000例 其中有4位感染BA.4 或BA.5 亚变异株 且源头不明 找不到源头 显示了 他们都在社区感染 但是不知道 从什么途径感染 显示社区一定是存在着 一些隐形的传播链 澳门累计感染数 则上升到572例 连卫生局先后也有 6名工作人员染疫 港澳疫情不平稳 就算大陆放宽 想赚路客旅游商机也难 TBBS新闻综合报道 香港澳门疫情升温 还有在日本东京也是 上个月东京才调降了防疫警戒 现在又因为确诊病例增加 东京政府宣布 网上调整一级到次高等级 东京都周四的确诊病例数 比上个礼拜四增加了1200多例 也是因为出现了BA.4的确诊病例 专家担心 这几天东京温度很高 民众长时间待在空气不流通的冷气房 恐怕也让疫情更快速扩大 美国的疫情也出现了升温状况 尤其跟BA.4、BA.5都有关 现在BA.4、BA.5都成为了流行病毒株 半数确诊病例都是感染之中 美国的疾管局专家研派 随着疫苗保护力下降 这疫情的数字恐怕还会再往上升 回到台湾 我们也要关注一样是新冠疫情 但是跟水果有关 台湾水果又受中国大陆限制吗 澳门政府公布 有一批从台湾进口到澳门的芒果 验出了COVID-19病毒 已经全数销毁 没流入市面 对此食药署说 边际采样了1200个样本都是阴性 署长吴秀梅直言 只有中国大陆会检验食品外包装 是否有新冠病毒 如果真有危害 全球早就发警讯 澳门政府公布 有一批从台湾进口的芒果 传出在29号验出有新冠病毒 澳门市政署官网公布照片 工作人员全副武装 把一箱箱从台湾进口的芒果 装箱搬上货车 这不是要送往水果行贩售 而是要全数销毁 因为里头经传验出新冠病毒 安全起见澳门市政署紧急踩刹车 禁止将近20箱 重达100公斤的物品流入市面 并要求设施进口商 对同一来源产品 暂停进口一周 看新闻看起来是外包装 新冠病毒它不是植物的有害生物 我们到现在是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 您对新冠病毒是卫福部那边 农委会防检局强调 他们只负责验植物有害生物 新冠病毒属于食药署全责 农委会这边也没有任何机制去验出 至于问题厂商是从哪一个商家流出 农委会也没有消息 对此食药署表示 在边境采样进口冷冻食品 不管是内包装还是外壳 超过1200多个样品皆为阴性 至于输出国外产品 应该是由农委会来负责 到底全责归谁 双方互踢皮球 而署长吴秀梅也说 只有中国大陆会检验食品的外包装 是否有新冠病毒 如果真的有危害 全球早就发出警讯 而中国大陆边境验出台湾农产品有新冠病毒 也不是只有这一桩 6月10号大陆海关宣布台湾白带鱼验出新冠 事隔两周 大陆官方再称台湾竹甲鱼也有问题 卫福部长陈时中28号澄清 产品检验都是阴性 开向大陆无短指控 不过时逢香港政权移交大陆25周年 敏感时机再爆出农产问题 也让外界引发政治联想 体育别新闻 余山一平杰综合报道 我们也追踪这一批被说 有新冠病毒的芒果来自哪里 追查发现是国内最大产区台南市 农民们听到都说不可能 而农委会主委陈其仲也向对岸喊话 说希望用国际的规范来办理 不过有遵守厂业者就表示 虽然真相要由专家调查 但是出口到澳门的检疫确实比较松 的确有可能让病毒存活 芒果市场交易热弱 但农民却又喜参半 因为气候影响 产量只有去年的两三成 没想到如今又传出外销澳门的芒果 也被验出新冠病毒 让他们欺诈了 农民义愤填膺 因为澳门官方6月29号公布 1B20盒共100公斤 来自台湾的芒果有新冠病毒 而根据国内芒果的外销流程 通常采收后 得经过高温征熟 并且在厂区严谨的环境包装后 就直接运送出国 风险相对较小 但要征熟的分别是日韩及澳洲 而这次出现争议的澳门 则是不用征熟 虽然新冠病毒37度以上只能存活两天 但22度以下却能存活14天 因此征熟后 常温空运或是低温海运都较没有风险 但如果未征熟 不管是一天内抵达的空运 或是五六天的传奇海运 仍可能攜带病毒 由于日前才发生我国竹甲鱼等海鲜 被淹出新冠病毒 这次又多了芒果 也让我国生鲜食品 出口到大陆等相关地区 在真相之外还多了政治联想 TVBS新闻徐建宏和一信台南报道 乌克兰军队捷报官方宣布 在乌军强力攻势下 俄罗斯的部队已经全面撤离 黑海岛屿蛇岛 俄罗斯的国防部是正习了这个消息 没错 但他们说 他们是出于善意 才从蛇岛撤军 大炮精准射击 乌克兰军队再传捷报 他们夺回黑海的战略要地蛇岛 乌克兰军方宣称 俄军已经从蛇岛完全撤出 只是俄罗斯国防部说的 却不是这样 俄军表示 他们是因为完成阶段性任务 才撤出蛇岛 甚至还说他们是展现善意 双方明显各说各话 也看出蛇岛的战略意义相当重要 军事专家分析 乌军夺回蛇岛能避免俄罗斯进一步封锁黑海 同时心理层面来说士气更提升不少 乌克兰军队对占领蛇岛的俄军 骂脏话呛瞎 当时这成为开战以来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 现在这张图又被乌克兰国防部拿出来宣传 只是尽管夺回蛇岛 但现在乌克兰临近的波兰跟立陶宛 却紧张起来 因为就怕成为俄罗斯的下一个攻击目标 特别的新闻综合报道 西方领袖在G7峰会上 嘲笑俄罗斯总统普钦 说他喜欢打赤膊这件事 显然让普钦很在意 普钦30号出访土库曼 反击嘲讽他半裸骑马的西方领袖们 讥讽如果他们试图模仿自己赤裸上身 会令人作呕 同时他也讽刺普钦 同时普钦也讽刺这个英国首相强身 俄罗斯总统普钦在北约峰会期间 大国领袖隔空斗嘴 从身材体型到性别都能吵 强身嘲讽普钦的大男人主义 但普钦也搬出铁娘子反击 说柴切尔夫人为了扶克兰群岛 对阿根廷发动军事行动 借此驳斥强身 俄罗斯外长也加入战局 同时俄罗斯外交部还召见英国大使 为羞辱普钦表达强烈抗议 回顾这场历史性的北约峰会 可以说是满满乌克兰元素 除了议题跟乌克兰有关 现场还有基辅管弦乐队表演 只是晚夜菜肴却被发现 混入俄罗斯元素 一道叫做俄罗斯沙拉的餐点 出现在会场餐厅 虽然是以俄罗斯为名 但其实是一道知名的 西班牙开胃小菜 后来这道佳肴被火速改名叫 传统沙拉 跟俄罗斯做切割 TPBS新闻综合报道 而西班牙的北约峰会落幕 领袖们宣誓说会一直支持乌克兰 只是现在要怎么兑现这张支票呢 将会是各国领袖 接下来要伤脑筋的 详细的状况 我们要请特派记者倪嘉辉 黄松普来为我们分析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让一度被法国总统马克宏 宣布接近脑死的北约硬起来 美国总统拜登默默出手促成土耳其转向支持 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 跟G7峰会一样 北约峰会也宣誓会长期的一直的支持乌克兰 不管要多久时间 简单的部分是尽快运送更多军事援助到乌克兰前线 但在帮助乌克兰自我防卫的同时 要如何配合外交手段达成停火协议 以及后续关于乌克兰领土的协议 才是真正困难的地方 因为只有结束乌克兰战争 才能降低北约国家的经济受到影响 那这也是西方国家能团结多久的关键 G7峰会和北约峰会落幕 领袖们在会中开出的支票 到国内能不能买单呢 能不能把在峰会中对乌克兰的承诺 化成实际行动 其实在各国媒体的版面上 已经可以看到新闻重点的转移 乌克兰战争报道的篇幅减少 版面也不在最重要的位置 媒体报道影响大众看法 大众看法影响政策方向 大部分的国家人民更关心的 是乌克兰战争带来的实际影响 那就是通膨还有能源 跟粮食价格飙涨的问题 美国媒体两大重点 一个是去年1月6号美国国会骚乱的国会听证会 一个是最高法院推翻堕胎权的后续发展 拜登这趟出访 从26号到30号 一直到北约峰会结束 才有这一场记者会 有机会好好问总统 美国国内记者问的问题 不少是以国内议题为主 而美国其中协议举倒数剩下四个多月 对拜登来说 要继续支持的来挺乌克兰 仍然是有难度的 TVB新闻黄松普林佳辉 在马德里所做的报道 土耳其在北约峰会上开绿灯 同意了芬兰跟瑞典加入 也让北约扩张为32国 更加逼近俄罗斯边界 然而最大的赢家大概也是土耳其 因为土耳其在协商过程中 凸显了自己在北约的重要性 换取芬兰瑞典的让步 不再支持库德族团体 也解除对土耳其的武器禁运 就连美国都示意要支援F-16战机 本届北约峰会主角 绝对非这两国莫属 芬兰瑞典同步棄守 数十年的中立国地位 向北约靠拢 30成员国Z加2 不过背后最大赢家 恐怕是土耳其 拜登一开口就先向 土耳其总统致谢 历尽多亏阿尔断开绿灯 扫除北约东扩最大障碍 当然在协商过程中 土耳其也紧抓话语权 要不当芬兰瑞典入北约 土耳其开条件换取两国 不再支持境内库德族团体 也解除对土耳其的武器禁运 对阿尔的 對阿爾段來說 最大勝利無疑是加重 土耳其在北約的份量 其實從烏爾戰爭就能看出 土耳其扮演重要角色 土耳其的敗卡騎手 TB-2無人機不斷立功幫助烏軍 成了阿爾段最有自信的 外交政策工具之一 傳出連芬蘭英國都考慮要購買 但土耳其會研發如此驚人的無人機 其實就跟武器禁運有關 這次土耳其成功刷出存在感 土國總統辦公室還發出聲明 強調已經得到想要的 至於其他成員國當然樂見芬蘭瑞典加入北約 我們很幸運 他們會想參加國安 這是一種歷史的參與 但我們已經有兩位新的參與 新的參與 純蘭和純蘭 這是一個很大的 芬蘭瑞典領袖跟著北歐其他三國的領袖合體拍照 紀念冷戰落幕30年以來 歐洲最重大的地緣政治變化 從地圖來看瑞典芬蘭加入北約的前後對比 波羅的海將被北約重重包圍 北約跟俄國的領土邊界長度也將增加一倍以上 拜登是促成這一切的幕後藏近人 他用電話外交從二月就為芬蘭瑞典加入北約鋪路 從而改變歐洲安全地貌 拉攏更多國家對抗俄羅斯 PVBS新聞綜合報導 國際關注的還有以色列 以色列國會議員昨天以92票對0票 一致通過了正式解散國會 以色列將在四年內第五度舉行大選 外交部長拉皮德接下看守總理 以色列總理班奈特領導龐大的八黨聯盟 僅僅一年就因為意識形態分歧宣告瓦解 班奈特表示他對表決結果沒有意義 未來將退出政壇 確定下台後他也在推特發文以希伯來文寫下感謝 下次的大選預計在11月1號登場 初期民調顯示大選最後可能還是不會有明確的贏家 以色列的政治僵局難以解決 南韓南韓政府宣布調高最低薪資從明年開始調升最低時薪5個百分點 來到了9620韓元 大概換算台幣是221塊錢 這是南韓總統影席月5月上任後關於薪資的首項決定 調新政策把南韓經濟成長 通貨膨脹率跟就業市場前景都納入考量 預計影響多達340萬名南韓勞工 跟10年前比 南韓的最低薪資已經增加近兩倍 主要就歸功在南韓前總統文在寅標榜最低薪資1萬韓元目標 南韓2023年最低薪資換算成日圓 大概1010日圓 已經達到了東京跟大阪日本大都市的水準 國際影音平台Netflix今年經營慘淡 目前為止市值已經蒸發了70% 主要的原因是他們10年來首度出現定戶流失狀況 Netflix30號宣布要計劃加大投資亞洲市場 Netflix在全球擁有超過2億的定戶 亞太區就占15% 2022年的第一季 亞太區新增了110萬名訂戶 這讓Netflix把目標瞄準亞洲 他們的亞太副總扎梅克考斯基表示 短期內他們打算要複製 像是南韓熱門節目 尤其像魷魚遊戲這類成功經驗 來挽回流失的用戶們 繼續我們要帶您來關注的是 菲律賓已故獨裁統治者之子小馬可氏 週四正式宣誓入主總統府 專家分析小馬可氏未來的外交路線 親中立場恐怕不及前朝 但也不會過度去依賴美國 應該會很小心來平衡在兩大強權 美國跟中國這兩國之間的關係 菲律賓赫赫有名的獨裁 政治世家之子小馬可氏 上個月以壓倒性票數 奪得選舉勝利 週四在首都馬尼拉國家博物館前 正式宣誓就職 小馬可氏就職典禮強調會傾聽民意 一家大小都是坐上賓客 還帶上92歲的媽媽伊美代夫人 歡慶36年前被趕出政壇中心後的一大勝利 不過眼看菲律賓疫情下通膨飆漲 面臨數十年來的經濟衰退 小馬可氏夸下海口上任後要復蘇經濟 而他也不忘公開大戰 已故父親偉大成就 曾為菲律賓帶來經濟巔峰 但聽在反對派民眾耳裡 卻很不是滋味 尤其小馬可氏搭檔前總統杜特地女兒薩拉 兩大強人政治勢力利益結盟 也讓民眾憂心民主走回頭路 另外與中國和美國的關係 同樣備受矚目 新冠小馬可氏針對菲律賓 在南海與大陸組成爭議上強硬 但有專家就認為新冠上任 小馬可氏會謹慎平衡於北京 以及華府間的微妙關係 TVBS新聞做不到 自然間公開了 既然而言 直接移动